每当大型百货公司大减价的时候,公司女同事就会在午饭时间或者下班后大买特买。 我问为什么不怕买贵了?女同事说不怕,因为平时已经看对,不过太贵,知道百货公司每年会有春秋二祭,以大减价形式回馈顾客。 所以当百货公司大减价,立刻新鲜市出去抢货,还说是我教,买漂亮楼殉楼是可求不可遇,而非可遇不可求。 去百货公司抢货也是一样,如女可教也,近日物业市场受影响,买卖两难,造成买卖两限,成交量非常少。 我叫营业部同事向女同事学习,现在用多些小时间去看楼盘。老实说,现在也只是个体字。 业主是不会减价,但如果有一天,某些业主因为财务问题而大幅减价,到时公司可以尽快做到决定。 因为有很多人如果不打算买楼,根本不会看楼。 当他们见到楼价下跌而有心买楼的时候,物业已经被其他有心人买走了。 所以,在楼市淡正时去看楼是物业投资者的功课。 平时不做功课,考试又怎会有好成绩。 况且,现在物业代理又非常乐意带客户去看楼。 如果是市旺的时候,难保有一些物业代理会说,如果没兴趣买就无谓看。 未看楼先看待你面色,但绝对不能怪他们,大家都要寻食,再市旺。 如果不打算买楼的确不要浪费别人时间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